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段时间我们养护长寿花的三个雷区不能拆的 因为这个时候很多长寿花已经开始慢慢的孕育花雷 所以首先第一个雷区 我们不能使用氮元素含量过高的肥料 如果我们用了氮元素过高的肥料 促使它快速的生长容易产生涂长 那么它孕育花雷就会变少 所以我们给它施肥 尽量的使用这种高磷高甲的肥料 我们可以通过喷湿叶变的方式 还有灌根的方式来进行 只要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对水给它使用就可以了 最少一个星期一次 第二个雷区就是光照时间过长 尤其是有些花雷放到室内养护的 晚上打开灯光给它照射光线的话 是绝对影响到长寿花花雷分化的 因为长寿花它是属于一种短日照的植物 每天光照时间最好控制在八小时 其他时间一律把它放到黑暗的地方来养 这样的话有利于它触发花雅 第三个雷区就是土壤湿润度太高 因为在花雅分化这段时间 土壤湿度太高 很容易让它长新叶长新枝条 出现土壤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要适当的 给它拉长浇水的距离 尤其是不能给它积水 只要在这段时间 我们养长寿花避开了这三个雷区 那么很容易就能让它花雅分化出来 好了 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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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